嗯 一道声音 把龙好尘惊醒 下意识地回头去看 顿时便吃惊地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他的身后 已经是多了一名中年人 龙好尘虽然被吓了一跳 但却并不害怕 他此刻有些好奇地 打量起面前的中年人 中年人身材高大修长 黑发黑童 相貌堂堂 双眼尤其明亮 不能用英俊来形容他 威延更加的适合一些 简单的布衣 冷军的面庞 从他身上 龙好尘能够感受到 一种无形的压迫之力 就像是 巍峨的 看不到封定的 崇山峻岭 短暂的惊讶流露后 中年人很快地 便恢复了正常 眉头微皱 也是看向了龙好尘 你是谁 你昨日 已经通过了 侍从骑士考核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新教官 你可以叫我星渝老师 可是 我从来没见过你 你叫龙好尘 今年九岁 你母亲名叫白月 我说的对吗 等巴尔扎来了再说吧 说完这话之后 他也没有再多言 只是朝着一个方向 嘴唇略微翁动几下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急促的脚步声便响起 龙好尘就看到 巴尔扎快步跑了过来 而且脸上还带着 强烈的震惊 与恭敬之色 教官好 龙好尘看到巴尔扎 立刻向他行了一个骑士之礼 但初期的是 巴尔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回礼 而是快步地走到星宇面前 大人 告诉他 我是他的新教官 是 星宇大人 是来自 昊月城骑士分店 从今天开始 未来三年 他就是你的骑士教官 你一切都要听星宇大人指点 星宇大人 可是一位真正的骑士 哦 龙好尘 乖乖地答应一声 其实啊 他根本不知道 准骑士和真正骑士 有什么差别 但既然是新教官 那么自己 跟着新教官修炼就是了 星宇老师 一边想着 他乖乖地向星宇问号 与同龄人比起来 他的心智 却是要成熟 稳重得多 嗯 我们走吧 星宇一边说 很自然地 拉起龙好尘的手 向外走去 只是在迈步之前 他的目光 很隐晦地 从龙好尘那漂亮的 小脸上掠过 眼底 闪过了一丝惩然 星宇的手很大 手指修长 手掌宽厚 几乎是将龙好尘的手 包裹在了里边 温暖 安全 这就是 龙好尘的全部感觉了 星宇老师 我们不在这里修炼吗 这里不适合 感受着星宇 语气中的冷硬 龙好尘 很识趣地 没有再多问什么 巴尔扎 目送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带着几分吃惊的 自言自语着 这位大人 不知道究竟什么身份 刚才那就是传音吗 起码要大地骑士 才有这样的能力吧 不 或许是 灰药骑士 天哪 星宇带着龙好尘 走出了奥丁镇 刚一出小镇 突然之间 龙好尘便感觉到 一股温暖 浑厚的庞大能量 从星宇的手中传了过来 下一刻 宛如是腾云驾屋一般的 奇异一幕便出现了 星宇脚尖每一次 在地面上清点 都会带着他至少 向前飘出十张开外 只是几次呼吸的功夫 奥丁镇 已经被他们 远远地 甩在了身后 这样的速度 对于龙好尘来说 那简直就像是 风驰电掣一般 他所能做的 也只是紧紧地 握住星宇的大手 生怕自己 会跌落出去 很快的 他们便穿过了 昨天龙好尘 采摘野菜的森林 顺着森林后方 攀上了一座山峰 这里的一切 龙好尘都很熟悉 毕竟是在这边 长大的 这座山被 奥丁镇的人们 称作奥丁山 因为在山里 以及之前 他们穿过的森林中 经常会有野兽 触摸 甚至还曾有 魔兽出现 因此 很少有人来这边 他也是半年前 在好奇心的 驱使之下 曾经来过一次 奥丁山脚下 在那里 他看到 一直叫不出名字的野兽 瞎得是 赶紧溜了 从那以后啊 龙好尘就再没有 深入过森林 更不要说 进入奥丁山了 老师 这边有野兽 可能还有魔兽 龙好尘好心地提醒着 而星宇呢 却好像是没有 听到他的话一般 速度反而是 更加快了几分 直接带着他 登上奥丁山 哪怕是在 爬山的过程中 他的速度 也没有减慢 周围的景物 迅速地 从两旁掠过 进风将 龙好尘的头发 都吹得有些散乱 奥丁山并不算很高 只有大约 两百余丈的样子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他们便来到了山顶 此刻 在这个山顶之上 有着三间小木屋 出现在星宇的视线之中 没有院子 只有那孤零零的 三间木屋 而且看那木彩的 崭新程度 分明是 刚刚建造好不久 一直来到木屋前 星宇这才停下身子 带着龙好尘 走进了中央 最大的那间 推门而入 木屋中传出了 一股淡淡的 木料味道 并不难闻 反而是带着几分 淡淡的香气 中央这间木屋最大 但房间之内 却只有最简单的摆设 一张连被褥都没有的木床 一张木桌 两把木椅 就这么简简单单 甚至比龙好尘家中 都要朴素 坐吧 星宇指了只椅子 自己也拉开一张坐了下来 龙好尘老老实实地坐下 他虽然年纪小 见识也不多 但是也能感觉到 自己老实的强荡 在紧张之余 多少也带着几分 兴奋之色 先说说你昨天遇到了什么 为什么灵力 会提升一倍 星宇淡淡地问着 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但是话语中 却带给了龙好尘 几分无形的压力 昨天 是这样的 龙好尘没觉着 自己有什么事 需要隐瞒的 就将昨天发生的一切 讲述了一遍 听着他的话 星宇在整个过程中 也只是眉头略微皱起过一次 并没有其他的表示 老师 您说那个小姑娘 会不会有事啊 不会有事 她和那白衣人 应该是一起的 都属于刺客圣殿 刺客圣殿 龙好尘的眼中 充满了好奇 星宇拉起他那戴着戒指的手 自言自语着 这难道是一枚空间戒指 一边说着 他的手指 似乎是突然亮了一下 指尖碰触到 那雾望我戒指 顿时是引起了 一圈淡蓝色的光晕 一抹惊讶 从星宇眼中闪过 他随后 看向了龙好尘 你的运气很不错 这应该是那小姑娘 留给你的 价值不菲 勿忘我 这小姑娘 有点意思 老师 您知不知道 那白衣人 是用的什么办法 让那些 相貌猙獰的坏人消失的 因为他 杀了那些人 并使用刺客圣殿 专属的千机灵卢 将它们绞杀成积粉 再以千机灵卢附带的青燕 燃烧成灰烬 不留一丝痕迹 你身上的灵力增符 也是那千机灵卢的作用 使他 帮你疏通了十二正经 燃尽了正经中的杂志 可以说 彻底改变了你的身体 这可是一份不小的恩惠 你要牢记 以后如有机会 必须还给对方 不能欠下如此人情 除非 除非什么 星渔并没有说下去 龙好尘也没在意 因为在星渔老师的话语中 他找到了 更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老师 您说的青鸡灵卢是什么 就是那些白光吗 可以这么说 灵卢简单地讲 就是灵力的熔炉 但却千变万化 每一种灵卢都是专属的存在 现在你还不到需要学习 关于灵卢知识的程度 我只能告诉你 灵卢稀有 拥有灵卢的人 未必能够成为强者 但没有灵卢的人 就一定无法站上巅峰 哦 听了他的话 在龙好尘心中 顿时是多了几分 憧憬之色 要是自己以后也能有一个灵卢 会是什么样的 看了看自己手中的 乌忘我戒指 他不禁想起了 哪天的小女孩 我已经让巴尔扎通知了你家里 每周允许你回家一次 其余时间 都要住在这里 随我修炼 老师 那裴元业还能发给我吗 每次你回家之前 我会发给你 如果你表现得好 我甚至还会给你几种更好的药物 对任何人身体都有很大的好处 反之 如果你在修炼中 无法完成我的要求 那么 我会将你赶下山 你也就不再是 骑士圣殿的侍从骑士 更不用想得到培元业 明白了吗 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星宇的眼底 闪过了一丝深意 甚至还带着一份淡淡的歉疚 但他掩饰得极好 龙浩尘根本看不出来 此时的小浩尘听了星宇的话 立马是连连点头 脸中满是坚定和执着的目光 为了妈妈的身体 自己也一定要努力完成 老师教导的修炼 而且 老师教自己也是为自己好啊 从今天开始 每天上午 我教导你各种知识 下午和晚上指导你训练 我教你的知识 你必须牢记 如有一丝遗忘 我就扣你一周的培悦业 星宇显然知道龙浩尘的死穴在什么地方 也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就令这小家伙 瞎得是连连点头啊 说说 你对圣殿联盟的认识吧 阿尔扎教官教过我们 圣殿联盟是由骑士圣殿 战士圣殿 刺客圣殿 魔法圣殿 牧师圣殿 和灵魂圣殿组成的联盟 六大圣殿联手 守护着我们人类最后的领土 你说得对 但这只是最基础的说法 一万三千年前的远古时期 我们人类从远古 洪荒种族手中 渐渐得到了 对圣魔大陆的控制权 洪荒种族逐渐衰亡 接下来 大陆上先后出现了 数十个人类国家 统治着大陆 让我们人类 成为了圣魔大陆的主宰 各国努力发展工农业 教导人们知识 在那段时间 是我们人类发展最快的 人们安居乐业 大陆一片繁荣 和平日久 战争开始出现 原本的数十个国家 在战争中不断吞并 渐渐形成了三个大国 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个大国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维持着平衡的局势 一直持续了 数千年的时光 我们撑这七千年 为我们人类的 辉煌年代 直到六千年前 辉煌时代 却因为魔族的到来而毁灭了 日月铜线 九星连珠 一道仿佛将天空展开般的 巨大时空裂缝 出现在大陆东方上空 七十二根魔神柱 从天而降 带来了瘟疫般的恶魔气息 在七十二魔神柱 最初降临的一百天 所有生物 无论是野兽 魔兽 还是我们人类 一旦沾染上 这七十二根魔神柱上 散发的气息 立刻就会产生 巨大的变异 变异成魔族生物 听从魔神柱 所在的魔神指挥 短短一百天的时间 七十二魔神柱 就为魔族增添了 数百万大军 幸好魔神主赛 发出的恶魔气息 只是持续了那一百天而已 否则的话 我们人类 恐怕已经灭绝了 此刻的龙好臣 只是一个少年 对他来说 现在他还感受不到 太多的责任 听着星宇的讲述 就像是在听故事一样 不过他可没有忘记 星宇之前的威胁 一边听着 一边将这些牢牢的 记在心中